《國安法》 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其實去年的《送中條例》 人們都是幾個月之後才反映過來的 國際社會都是幾個月之後 今天三天就在這裡出來欠責中共了 但為什麼一出來就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而中共都是照推呢? 中共 它現在都是暗暗地 當然正式的文明出 它已經在這裡試探的了 我們換一些法官行不行 我們有些聯合經營的公安警察合作行不行 派一些隊伍你行不行 它在這裡試 實際上它在這裡試看美國的反應 反而香港人的反應不是主題 美國的反應 美國呢 又不出牌 你先出牌 你先出牌 等它 所以明天兩會要公佈了 接著美國就出牌了 所以特朗普都說明我今個星期會有powerful的 interesting 怎樣對付它 所以香港人都是反而慢的 你想想那時候蓬佩奧不是說 我們現在不公佈了嗎? 要看完你的兩會 那時候我才出牌 即是說它幾個月 它肯定是做過香港的媒體 一早就知道你們有這樣的招數 那它才出招 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是的 你搞的《國安法》搞到這樣 那全世界都說這個離不離譜的 法官都會賣 你還說什麼一國兩制呢? 那美國出牌呢 這個就順理成章嘛 出師有名嘛 很重要的 你不可以 美國從來不會無辜打人 唯一一次而已 第二次伊拉克戰爭 就是無辜說人有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打人呢 哇 整個國際的反應非常之不好 因為美國的理念從來都是沒有主動去攻人的 所以你這次呢 就抵死了 就無辜搞個《國安法》出來 而且《國安法》擺得很明 香港律師大律師公會都說你 根本不合法的 連全世界的法律界都說你不合法 那個《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美國不只是對付你這麼簡單 它直接說你 中英聯合聲明裏面 你沒有完成你的義務 你的obligation 你的權利就沒有 就是主權 香港的主權就不是你 等於這間屋 你的錢都還沒給完 你又縮衫不給錢了 這間屋中是否你的 這間屋是不是你都成問題了 你沒有做到的 你說要給香港人自主權 是不是 高度自治 這樣你沒有做到的 那就歸回原來那裡 英國人可以收回又可以 給老百姓又可以 你沒有了主權 美國準備了這樣跟你搞的 所以換句話 其實對香港是一個好事來的 因為本來香港如果沒有國際社會關注 都很難繼續去 市民都是爭取自己的民主自由 但是它現在搞的國安法 就是它馬上要反應 但是香港民眾應該是怎樣去應對呢 應該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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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都抓了很多人 今天真的 我去了幾場 不過你看 他們抓不緊 千萬不要受傷 是吧 抓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就要保住自己 不要身體受傷 因為有個大的 有個大棒棒棒棒棒在後面 羅斯福說 speak softly with a big stick 現在真的抓人很奇怪 完全是沒有做任何事情 整班人全部都抓了 你不要心語 這個代價如果真的可以得到自由 一點都不貴 是非常便宜的 千萬不要怕痛 又怕痛 又怕不見識 那哪有自由啊 有代價的嘛 freedom is not free 是啊 再進一條